这几年拜访朋友 重头戏大都是参观他们新建的舒适豪宅 而今天却有一个特别的惊喜 参观的是朋友社区里独有的羊群 天然的割草鸡 随意和羊群招呼一下 就会有一两只过来 一动不动地对着你凝视 他们的鼻梁很宽 眼睛分得很开 很像是一种特别的人脸 对视久了 我有点害怕 未说的一看视线 但是山羊还是一动不动地跟着我 围随着我东走西走 不久后 靠近的羊汁越来越多 我突然闻到了羊卤落的味道 哇 披着毛移动的起死 朋友说有一两天夜里 五百只羊群会睡在大树下 咪咪咪地吵个不停 我听了觉得很有趣 记得第一次带婴儿回娘家过夜 一大清早便哇哇哇地哭醒 我觉得非常的坠过汗恼人 没想到妈妈输了一口气说 真好 一大清早就在婴儿的哭声中醒来 妹妹赶紧跑过来说 哇哇哇哭得好可爱哦 弟弟也赶快过来照照相 原来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好烦呢 可能小时候没看过羊吧 看到一片天然宽广的放牧羊群 就觉得非常的兴奋 欣赏完羊群的野草大餐 就该烦恼自己的名声大忌了 我们开车前往Downtown Presington 这个城市和南湾的城市不太一样 有点怀旧 有点东岸砖头建筑的风格 镇上的餐厅也不少 但可能是星期一 没有看到什么人流 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拍照的Downtown 建筑物有独特的风格 有不少有趣的角落 人群少了画面就干净了 人群少了要拍多久就拍多久 拍得自在又开心 这次选的餐厅是法式的CREEP 正餐还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点咖啡 Try Latte等等 我给他半颗心 以表安慰 想来东湾游玩拍照的朋友 这几个月潮湿多雨 山野多清绿 正是好季节 千万不要夏天再过来 天气枯乐 草木枯黄 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各位观众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回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